自述前世是个禅宗和尚 公开表示最后会来这个世上投胎 国际著名神探李长玉为何说出这番话 他又参目了什么生死轮回的天机呢 李长玉国际知名刑侦见识专家 侦办过许多全球重大的刑事案件 被称为现场重建之王 当代福尔摩斯 作为美国华人的骄傲 他不计较名利 他不看重金钱 他不探爱美色 曾获得800多项荣誉价奖 他是警察 记者 博士 教授 专家 也是一个看破前世今生的奇人 李长玉在摆大演讲时 曾对着全国顶尖学府的学生 说过这么一番话 我妈妈跟家人告诉我 说我前世是个和尚 我的小名叫解尘 当他说出这番话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因为李长玉明明是个无神论者 怎么会说出因果轮回的佛教观念呢 实际上 轮回并非佛教一家之眼 世界上有不少能回忆前世的人 是无宗教信仰者 李长玉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 我们儿时的经历 大多都隐没在记忆的场合中了 但李长玉的母亲告诉他 他生下来就大哭 无缘无故的哭 在一众兄弟姐妹中 他是最为特别的一个 他的爸爸妈妈 请了多少医生都没有办法 本以为是他撞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恰好有一天 一个和尚化缘 李长玉的母亲 又是典型的佛教徒 于是便张罗着给这位和尚 拿点游米钱 但是 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 和尚点名 要看看墙堡中的李长玉 并直言不讳地表示 这个从生下来就一直提哭不止的小男孩 就是他已经原济投胎的师父 解尘 后来 李母便把李长玉抱给了和尚看 和尚对着他念了一句阿弥陀佛 李长玉就停止了哇哇大哭 后来这位和尚临走时建议 李长玉的父母把他的名字叫做解尘 这也就是为什么 李长玉的哥哥的小名都叫宝 姐姐妹妹他们都是猪 唯有他自己的小名是了解的姐 风尘的尘 据说小时候的李长玉常常因此心理不平衡 尤其哥哥姐姐常常笑他说 不是妈妈亲生的 直到他们知道了这段故事之后 才对自己的名字由来 有了全新的认识 李长玉在北大演讲时说 自己根本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投胎 本以为前世修行可以免除轮回之苦 可惜还没有到那个境界就原济了 因此他出生后一直大哭不已 时至今日 无论有人问他最后悔什么 李长玉面对一众媒体的回答都是 我最后悔到这个世界上来投胎 作为科学工作者不信鬼神 却相信英国暴力 认为冥冥之中的天意 好似一双无形大手 再为世间的善恶拨乱反正 其实李长玉的人生 从出生起就充满神奇色彩 他这一辈子注定与佛门有缘 1938年 李长玉出生于江苏如高 父亲祖上为商家大家 家产丰富 衣食不愁 母亲出生于书香门第 从小信仰佛教 后因缘巧合有了 暗佛二字作为法号 当时全家前往台湾石路上发生了意外 李长玉的父亲不幸在海上云南 自此只能靠母亲一人养活13个子 而李长玉之所以如此信奉英国轮回 据他自己所言 是因为不是我要相信轮回 而是因为英国轮回是如此清楚明白 他曾与星云大师促习常谈犯罪 人心等问题 长达两个半小时 最终一位深长地表示 人是否有前世来生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珍惜今生 把我当下一切岁月 在他侦办过的许多刑事大案过程中 即使是肯尼迪总统被杀案 尼克松水门事件 以及克林顿桃色案 辛普森杀七案这种大案子 除了现场人证物证之外 无形之中的指引占据了破案的一大波 那就是运气 他毫无质疑的公正客观对法的尊重 是别人看来最专业的职业素养 但他真正参与到破案的过程中 才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了运气的加成 对他而言是多么弥足珍贵 因为许多事情从科学的角度是解释不通的 许多玄之右玄的事是很难说出其所以然 所以李长玉在其自传 神探李长玉中才会扪心自问 命运是否由天注定呢 真的有因果报应 人生的悲欢离合又是否在冥冥中早有定数呢 华人第一神探李长玉自皆秦始至迷 难道跟普通人而言 把握当下远比深究过去重要得多 感谢观看